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觀眾好 我叫光神 那我今天要講的一個故事就是 問一下大家 有些人發燒的時候就會吃花燒藥 退燒藥 對退燒藥 但是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從 菊布 踏進去的 菊花退燒藥 對對對 這個就要從那時候開始 開啟了一個回不去的路上 就是突然想去玩那個地方 你是說被塞過之後會想玩那個地方 對 反正是燒壞了 這個開始訓練我的 起步的部分 OK你繼續 一開始是利用棉花棒 可能越玩越大 就是都要再找個比較 長一點又比較粗一點的東西 再塞 你目前 將最大是多少 呃 一個玻璃品 啊 大家都有喝過蠻牛吧 就那一種 是能完全塞進去的那一種 蛤 真的 因為那時候發燒塞 在記憶的時候是從國小吧 你從國小開始就在塞 花花了 對 那你現在頻率多久一次 呃 就 還是想塞 不過就很少 因為這件事情 連我爸媽都還不知道 現在 你爸媽也不知道 但是你這邊有200多個知道了 對啊 還有就是說 因為你一開始 提到那個女朋友的條件吧 雖然說我對女朋友的條件 都不要太苛刻 但是如果我真的跟女朋友在做的時候 我是對B的地方是比較沒有興趣的 你的意思說你對人家的菊花比較有興趣 呃 可以這麼說 OK 下一位 好 感謝你的分享 我們直接下一位 拜拜 好 感謝 各位 你們懂了吧 他是E喔 你們小心一點 喜歡帕爆的話 記得幫帕爆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